人是没有太大的改变的 只是生活上是真的有很多的调整 初为人母的孙燕姿 最近出现在大家面前 虽然生完宝宝已经六个多月了 但孙燕姿还是比之前稍显圆润 了解儿子 孙燕姿立刻满脸的幸福洋溢 迫不及待地分享起自己当妈妈的感受 现在比较习惯了 一开始就真的比较 哇 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怎么在叫我妈妈没有 还没 还没 但我觉得她最爱我 对 她看我她就会笑 看眼前的孙燕姿 俨然还沉浸在当妈妈的幸福之中 虽然儿子现在还小 但孙燕姿已经跟老公一起 训练起儿子的语言能力了 我的部分我就讲中文 然后老公就跟他讲荷兰话 然后我们之间就讲英文 希望他可以都会讲这样子 之前参加活动时 孙燕姿透露 明年一月将举办巡回演唱会 不知道他是否舍得放下儿子 安心工作呢 寻演的时候 可以的话就带着他 我觉得他应该会很兴奋 孙燕姿带着儿子开演唱会 相信歌迷也十分期待 看到这样的画面 只不过到现在为止 孙燕姿还从未公开过儿子的照片 真要带儿子寻演 他这个心境妈妈 恐怕还是舍不得 都希望他可以不要曝光是最好 但是我觉得也不要因为这样 而限制我们的生活 等他大一点吧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